大家好,我是三喵,我现在人在广州黄花港七十二烈士墓 那么这个地方有可能我将来会带着大家来游学 所以呢,今天也是过来祭拜烈士吧 然后带着大家看一看这里 讲到这个黄花港起义啊 这个可能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也没有推翻清政府嘛 这个推翻清政府充其量,那个是武昌起义 哎,这是不对的 孙中山先生他自己就说 这个黄花港,也就是广州起义啊 1911年的农历,3月29日 这个广州起义,它的重要性和半年多之后的武昌起义是一样的 那么为什么要发明这次起义 对吧,这个虽然我们说这个满清政府啊 在这个1900年之后,可以说是昏招迭出民心尽失 这个可以说是盈盈狗狗之徒啊 这个电臂之间秦寿迟入庙堂之间朽木为官 但是呢,这毕竟是一个大的王朝 对吧,如果不是靠着外力的话是决意没有办法去摧毁掉的 所以说当时革命党同盟会在1900年代的时候对满清失望透顶的好多人 对不对,就不断的在发动这样的起义 发动这样的起义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有利因素 就是当时满清在练新军 为什么要练新军呢 这个大清如果不练新军就完了 对吧 那么如果要练新军的话 这个各种各样的冰科 炮科 马科 树科 这样的很多很多的这个军官 他们是需要一点这种科学 需要一点点的这种文化的 而当时只要是有科学有文化之人 那么无一不是对满清是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呢 这个新军我练的到底图的是个啥 所以说当时的新军其实是一个很不稳定的这个因素 但是这个我们是站在21世纪的后来说的 那么站在当时来讲那个新军当中的这种不稳定 因素可用 但是革命党呢 他也得是要去做出很大很大的努力 甚至很大很大的牺牲 那么才能够撬动这些 所以说这个孙文啊 哎呀你如果搁这个现在某些这种小粉红的话说 什么叫孙文来着 什么叫孙文 那不就是一个接受国外的这个资助 这样的一个逆贼吗 这个反对大清行走的五十万 一四五零就这号人带着他们那些鱼木疙瘩不改的兄弟们 黄兴啊他们这些人一而再再而三 这个叫什么唐碧当车的歹徒啊 就这样的一些人 然后一而再再而三的大清发动冲击 然后一而再再而三这样的失败 镇南关败了 然后这个广东好几次起义败了 广西这边好几次起义也败了 甚至汪兆明啊当时那位汪兆明还算是这个非常有为之青年啊 那个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要去刺杀清朝亲王就在这个北京那个厚海银定桥那个地方也败了 这个时候大家就说满清固然可恶 但是革命党你的路途在什么地方 于是这个孙文黄兴等人就决定在广州发动起义 河野呢因为广州这个地方距离满清的统治中心比较遥远 而且啊这个革命党人在广州的新军这边可以说已经把它渗透成了筛子 按理来说这次起义可以说是这个准备最周全的一次 比之半年多之后的武昌起义 其准备要周全的多得多 但是呢起义还是失败了 因为这个新军当中不只有这个同行革命之人士 那么也有这个你要知道很多人就是那种 有人站在前面高呼呐喊他们就算是这个不敢的话 那你起码应该为这些人祝福吧 不他们是这个站在这个呐喊去这个为同胞争权益的这些人的对立面去 对不对 那坚持忠于大清王朝之人也有不少 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整个黄花岗起义 那么这个有个段子啊 这个历史课本上 是个段子说这个黄花岗起义第一枪谁开的第二枪谁开的第三枪是谁开的 那么这个段子的答案是都是黄兴 因为黄兴对天连开三枪揭开了黄花岗起义的序幕 但是这个黄花岗起义最终失败了 因为整个整个的这个新军当中这个联络出了问题 而且还有一些新军这个起义部没有及时赶到 本来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呢 我新军在这个地方啊 我去占领这个广州都属衙门之后 然后成立革命政府 结果呢 这个起义之后很快就发展成了 大家先各自逃难 保存实力再说 对不对 这黄兴他自己在逃难的时候还被打碎了两根手指呢 然后这个其他的有一些这个可以说是革命党 可以说是同盟会 他们多少年来积攒的这些精英 然后在这次这个黄花岗起义当中 死伤甚重 这里是能够找到的七十二位烈士之遗孩 归葬于祠啊 于是就有了这个七十二列士之墓啊 那么整个这次起义失败了吗 当然失败了 但是在后世来看啊 不是在后世 就在当时来看 满清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 可以说是人心思变 今天广州起义被压了下来 明天难道武昌的起义还能被压下来吗 甚至这满洲的王公大臣们 他就说了啊 梁碧说我要不是满洲八旗 老子早就归了革命党 所以这件事情的这个历史意义啊 是不可估量的 你想到这里啊 就会觉得尤为觉得这七十二位烈士 非常非常的可敬 其中有一位林绝敏 他的那本 他的那个遗书 与其书啊 这个是在台湾 在我不知道现在大陆的课本有没有 那很多地方都是在课本里面的 对不对 现在国事如此 对不对 如果说啊 我为了个人的这种私情 那么选择不去死的话 那么又当如何呢 我是为了这个国家民族 驱逐大陆 光复中华而死 那么这个黄花港 这个陵园 那边的一条路叫绝民路 正是林绝民 当然跟他葬在一起的玉培伦 对吧 还有很多很多 这些在黄花港起义当中 死难的这些烈士 你要说起来 图个啥 图个啥 对不对 失败了 对吧 自己死了 有的呢 当场被这个大清啊 这个被大清这个执法队击毙于当场 还有些呢 这个被捉住以后 这个名正典型斩首了 对吧 图个啥 对吧 这个那边有个悲狼 那边有个悲狼 那边写着自由不死 对不对 哎呀 说来讽刺啊 这个自由不死 自由万岁 这些个字样啊 这个 如果说 刻在杯上 没有问题 但是你拿出来 是不是有问题 我们就可以讨论了 而且 现在这很多人总是啊 一说到这个小日子跟美国就那么那么愤恨的 我们抬头看一看 这是什么 这是自由女神像 这七十二烈士所奋斗之事 莫非自由呼 图个啥呢 对吧 鲁迅说过 对不对 这个 很多的事情 譬如梅的形成 一开始 是好多好多 最后可能 它就是一小块 你甚至连一小块 都留不下来 这是鲁迅在纪念刘和真君 那个里面写的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事情 在黄花港七十二烈士这边 应该也是适用的 对吧 这个当时自己并没有想过啊 自己奋斗的结果会是什么样 而自己这样子是值的 对吧 这就 这就可以了 有人会说 那黄花港的烈士们 他们这样的奋斗 到最后弄成这样的一个结果 百余年之后是这样 那岂不遗憾乎 谁告诉你们的 这个第一 这个民国正统岂不在乎 第二 当事人只能谋一步的历史 不能谋再往后多步的历史 那在这种情况下 后世之人岂不愧对黄花港七十二烈士呼 对不对 那这个事情懂得自然就懂 对吧 所以说黄花港七十二烈士 还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群人 甚至说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啊 他们是在我看来为数不多的啊 这个真的是整个整个值得隆重纪念的一群人啊 这个你怎么说呢 还是那句话 当我们在前面呐喊牺牲的时候 如果你们不能跟我一起同行 那请你们不要使班 因为我们真来的自由 终究有一天也会落到你的头上 好了 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点亮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